他的暗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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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奇好奇小奇發光 太近太近太近 太近太近 等一下來 二 三 大家好 我們是 仲淡少年團 什麼意思 那我們現在人在九份老間 Yeah 台語真是這麼讚 那我們今天呢 我們就是要來看 九份鬼怪特展 鬼月的時候呢 你們會不會 特別喜歡來看這種恐怖的展覽 個人的話 因為我身為攝影師 來這邊的話是不錯的 因為你去看鬼片的時候 你有看過鬼在嚇攝影師嗎 假如殭屍追你的話 那你會怎麼辦 我會跑啊 沒有 他跟我說 他會拿起攝影師 因為殭屍都不會追得攝影師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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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呢 這個九份鬼怪特展呢 比那個之前炒得很紅的 台南的地獄展 還要恐怖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哇塞 好會給反應喔 不愧是我們攝影組 AKA 重彈少年 今天我們主要不是來重彈 我們今天帶你來重彈 我先介紹我們這部馬車 叫幽靈馬車 實際上各位注意看 它材質很特別 實際上是用泡棉製作的 因為如果用真實的帽子的話 它可能下雨 它帽子就會壞掉 包括你現在看它的髮飾也好 還有帽顏 還有它的手 都是我們用泡棉去製作 泡棉裡面在綁鐵絲 它可以定型 老闆你當時有這個構想 想要做一個回歸傳圈嗎 這起源應該是 南美館那時候 他們廣告說 他們的衣服是真品啊 我是覺得很好笑喔 奇怪怎麼可能呢 隨便都有龍的玩具 我也有點不服嗎 我們就想說剛好以前 我就在拍電影劇 我想說跟一些電影界的 一些朋友 最快的時間 收集一些道具 就做這個展 這我們的經歷已經有40年了 剛好我們素質導師 專門在賣輕裝戲 我以前有拍過輕裝戲 所以對這個還蠻有研究的 所以我們做這個比較在行 那老闆你剛說這個衣服也是有考究的是不是 有啊 一般清朝他們有九品觀嘛 像這種麒麟一般都是那種王爺光 然後這些草珠 南左 就是有兩個 這邊有一個 然後還有坎間 還有後面就是雲廢 棒官帽王這些裝飾 我們都是另外特別講究 像這一套衣服 最便宜一套就要五萬塊錢 五萬塊耶 最少 這個三句也蠻不錯的 天啊我走到這邊 我起雞皮疙瘩的老闆 注意看我們製作了像他手的裂痕 臉上的裂痕 眼珠子凹進去了 那種感覺 它很破皮 耳朵潰爛 還有一個他故意舌頭做出來 你很難相信這舌頭用什麼做的 做了會破梗 就是我們賣水果攤不是有泡棉 我們用泡棉做的 是喔 看不出來耶 那棺材真的很好 真的這樣不要死掉那種感覺 就有殭屍在追 然後人家都在棺材裡面 暫時停止武器 那種店裡面的琴線 而且它還有加那個十字架 就更有福 我覺得一進來看到那個殭屍的部分 看起來非常難發 而且它做得非常地抵震 因為殭屍的部分 看起來有點高大 很有壓迫 那你現在要吃什麼做嗎 有耶 等一下晚餐就沒有意思 哈哈哈哈 那我的比較荒謬一點 我是指南村造金 造一造被骨 嚇到而已 就是比較直 造藥劑 對對對 可能會被自己摔死 好 老闆你現在帶我是要去哪裡 我要讓你知道 我們製作道具的現場 好精細喔 我跟你講 那裡面還有裝燈耶 這是泰國的無頭女 她現在是要做 心臟會跳動 到時候要動動動動動 我介紹一下 這是我們 金鐘獎美術大師陳巴 你好 這特殊道具都是她設計的 她現在要做那個針子的井 針子從水井裡面爬出來 剛看的那個樓下的馬車就是她做的 沒有什麼 這有實力的人哪像我這種 以前我是拍戲的 以前那個三臺不是中華電視臺 那個從的一代家人 紅粉家人 細謀七介 一直到近代的這些什麼 金城四少 我是掛美術指導 那說話有沒有以前就是拍過 舊公路電影的道具 你有沒有哪一個電影的道具 至今會讓起來覺得好像 陶太郎 陶太郎的衣服 50套的衣服 冰服 陶太郎女主角那個 林小柔的那個盔甲 裡面所有的點點滴滴 一些道具 想像的那些東西 都是我的點子 陳巴你覺得 你在就是目前 你做的這些作品裡面 你自己有沒有 人哪一個東西 是做起來最有成就感的 她這個啊 對啊 這個整 你遠一點好不好 你這麼近我都 她壓力很重 我實在是說 我給她搞一個 古代的一個車 然後我騎個故路頭上 讓人家去懷疑說 欸這個車子前面 是不是有個馬式 類似那個殭屍馬 什麼這個 讓他們去猜 才觸動她那個心想 進來看 那你平常有喜歡這種 鬼怪的那種食材嗎 沒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欸 那我們現在呢 我們人在九份的新陳餐廳 然後呢我們現在要來取這個 這個 乾杯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大家今天怎麼樣 體驗的感覺怎麼樣 我這一整年下來 蠻棒的啊 有得玩又有得喝啊 這邊美景真的超漂亮 可以帶一情侶 然後先帶她下完之後 然後去吃芋圓 吃完芋圓去買個 桃花櫃 然後帶大家來這裡看美景 就一個收尾 然後看個夕陽這樣子 然後我們可以 就到這邊結束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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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